歡迎您 十一所電hello台灣 我是張家如 淑莉早安 哈囉 家如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淑莉 台北雨下好大 你那邊還好嗎 我告訴你 苗栗這邊同樣也是下雨 而且你知道嗎 今天淑莉想說 這天氣濕濕冷冷的 想要讓大家有這種溫暖 有這種甜蜜的感覺 所以我今天就來到了 我們苗栗大湖要採草莓 當然 下雨天怎麼採草莓 下雨天就是要找一個 完全不受天后影響的地方 採草莓 所以家如 我跟你講 今天我來到我們苗栗大湖一間 溫室的草莓園 外頭現在苗栗坦白講下著小雨 而且我要來這裡的路上 這好濃好大 幾乎看不到路 不過沒有想到 這山路峰迴路轉 我們還是來到了草莓園區 來 我們來看看 現在很多人在問說 草莓旗應該到了 那麼現在都已經三月份了 到底還有沒有草莓 來 你看 現在才是草莓最多的時候 這跟以往很不一樣 你看這顆草莓已經成熟了 之前淑莉在爬爬購採草莓的時候 有沒有都有教大家要怎麼採 那草莓它是很娇貴的 所以一定要輕輕的 完全不能粗魯 你看就像捧一個少女的臉頰一樣 輕輕的把它捧起 然後剪這個有沒有 這個筋的地方 這樣剪下來 家如 你看 嬌艷玉滴的草莓 想不想吃呢 真的 看起來好棒喔 而且一顆好活源喔 趕快來吃看看 淑莉幫我們吃一下 好… 你知道嗎 通常草莓 如果說你採下來的時候 最好一定要怎樣 要洗 因為能不洗的話是不行的 因為畢竟很多水果 其實我們都會比較擔心什麼 第一個我們要把這個外面 這個髒屋什麼把它洗掉對不對 另外當然大家對草莓 都一直有一個擔心 就是農藥的問題 不過來… 林大哥 你看 他在這裡 一大早就來這邊採草莓了 今天其實為什麼我們來到 林大哥的果園 第一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這邊是整個溫室 所以你來這邊採草莓 不管是晴天 不管是雨天 都可以採 另外 來…林大哥 你這一台好可愛喔 這是什麼 我們草莓的採收車 草莓的採收車 好…你先上來… 來… 林大哥他跟我說他拍胸部掛保證 他真的很堅持 你知道嗎 台灣有很多農民 一直都在堅持自己的理想 然後堅持自己的 在這個農作上面的一些理想堅持 像這個林大哥 他有夠可愛的 他說你的草莓是完全不吃賞農藥的 對 這個我告訴你 趴趴說到現在那麼久 我第一次聽過有人說 他沒有用農藥來種草莓 因為其實草莓很娇貴 它的病蟲害其實也相當的多 那你這邊如果說沒有用農藥 通常你都是怎麼 能夠讓你的草莓 你看 你的草莓每一顆還是很大顆 你看 因為我在管理的時候 溫室裡面還有外面都有做一些 非農藥的防治 都是以肥料控制為主 然後用肥料去管理 然後自然而然草莓家都用肥料控制得好 生長它就很旺盛 然後自然它結的果就很漂亮 再來有病蟲害的話 我都是用一些天然製材跟維生物菌去防治 這也是你一直希望能夠宣導的 因為大家都很愛吃草莓 為什麼 吃草莓感覺是酸甜的酸甜的好滋味 一吃感覺就有戀愛的感覺 但是大家就很擔心 你草莓如果沒有洗乾淨 又怕會有農藥殘留 所以其實林大哥也一直希望 能夠推廣它的這種栽種方式 所以他跟我說 我的草莓 我跟你說 你慢下去 這樣直接就可以吃 是這樣嗎 對 沒問題 我想說 香氣很重 香氣好重喔 其實一來到你的溫室 馬上剝皮而來的 就是滿滿的草莓香 現在這草莓好好吃喔 那酸甜的滋味 好像真的又戀愛了 我們除了我們林大哥之外 今天一大早就來的 就是一定要介紹一下 我們大湖區的許總幹事 我跟妳講 說到大湖 每個人都知道 大湖是我們台灣的草莓王國 是 為什麼叫草莓王國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來到了大湖 你只要不管是採草莓 吃草莓 你要吃的 喝的 用的 什麼都有對不對 真的 你很奇怪 你會覺得說天啊 沒想到草莓 連吃的 喝的 穿的 連我頭上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今天這個草莓頭 我們全部都是在大湖裡面 然後就有這麼多 跟草莓相關的 這些好有趣的東西 生活上的小物 我們今天也要來告訴大家了 以往總幹事 我們的草莓季 差不多都好像12月底對不對 然後差不多像是1月2月 是草莓產量最大的時候 今年怪怪沒什麼一樣 好多人在1月份2月份 來採草莓的時候都說 草莓好少 怎麼會這樣 那是因為氣候的關係 今年我們在去年10月份 我們晚中午大概三個星期左右 因為冬天太暖 還有颱風 因為颱風的關係 所以我們晚了三個禮拜才栽種 所以它的生產季節也延後了 一直以為都是暖冬 結果反而是因為去年的颱風 對 影響到整個這種植的時間 往後就延三個禮拜 三個星期左右 所以今年很特別的是 今年反而是現在 現在才開始二期花的花頭開始出來 所以是現在反而是 草莓產量最大的時候 跟往年很不一樣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很多人以為說 今天三月份應該是到了草莓的尾聲 原本應該是尾聲 是的 但是沒想到反而是現在是吃草莓 而且才草莓產量最大的時候 我們在這邊今天來來來 林大哥也要跟我們介紹 其實有好多品種的草莓 來 林大哥 現場你看 就有六種草莓在這邊 我們趕快來看看 你說全台灣種最多的 總幹事我們也一起來看 種最多來 我們放下面沒有關係 來 種最多的是這個 楓香 就是楓香草莓 楓香草莓為什麼是全台灣 種最多的呢 因為楓香的話 它就是目前在台灣客人的接受度 它的香氣 甜度 都目前來講算品質最高 它最香 最香 而且是它的甜度也是最高 所以不管是大湖 或者是全台各地 大部分草莓都是這個楓香的品種 OK 好 然後另外這個 這個也很有趣 叫香水草莓 這個就是你所栽種的最多的是不是 而且你看看都是雞心有沒有 鑽石型的 好可愛 好漂亮 為什麼它叫香水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香味 它就 它那個香味 讓客人感覺說 這個很香 有一個特殊的味道 所以說我們稱它叫香水草莓 它的口感目前來講 甜度也跟硬度都還不錯 品質也不錯 如果說 我們來吃吃看 其實香水我覺得 它的肉質就比較紮實一點 紮實一點 你以為一點比較紮實 風香的話 它就比較軟 然後甜度其實風香比較高 我覺得香水它比較紮實 然後香氣的確就像你說的 有點淡淡的那種蜜粉香對不對 然後它的肉質就比較紮實了 很不一樣 另外我們再來看看這個 是最近很夯的 這個叫做水蜜桃白草莓 這個白草莓它是來自於日本嗎 還是它的品種來自於哪裡 應該是來自日本的 日本的白草莓 現在台灣也栽種成功了 那白草莓它為什麼叫水蜜桃白草莓 它吃起來跟聞起來 不明思議 聞起來有水蜜桃香 吃起來跟水蜜桃一樣 軟綿軟綿的 有水蜜桃的味道 真的軟綿的 對 這樣比起來的話 如果它跟香水比起來差很多 它完全是這樣軟軟的 軟軟的水蜜桃 跟吃水蜜桃的感覺一樣 是不是 實在是 今天實在是超級幸福了 你看看 今天來到這邊 雖然天氣濕濕冷冷的 外頭下著雨 但是我們來到這溫室 採草莓 吃草莓 感覺超級甜蜜 超級幸福的 不過我們要趕快來看看 其實現在外頭下著雨 很多人想要知道說天氣的狀況如何 那麼現在我們先請這個林大哥 你先這邊它有所謂的草莓咖啡 你先示範拉花 我要來補氣熊 待會我撥完氣象之後 林大哥說我馬上給你一杯 草莓咖啡喝喝 好啦 我們趕快來看看 今天禮拜幾 今天已經是禮拜五了 外頭下著雨 最主要就是因為受到封面的影響 這封面一來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北部東半部降雨的時間 要注意幾乎是一整天都是會下雨的 尤其是苗栗以北到宜蘭跟花蓮 而雨是今天會比較大的 尤其像是桃園以北要注意了 那麼今天來看 因為整個封面的影響 全台各地雲量都非常的多 想要看到陽光看起來沒那麼簡單 今天大概看不到陽光了 中南部會就好嗎 中南部其實就今天來說的話 局部也都會有短暫雨的 南部的話降雨就比較偏重山區了 所以我們從雨區預報圖要告訴大家 今天大家外出無論如何一定要帶傘 因為今天幾乎受到封面影響 都是下雨天 還好雨是最大甚至會打雷的 大概主要的這些比較旺盛的對流都是落在海面上 但是請注意今天桃園以北到宜蘭 其實今天雨是會比較大 而至於整個苗栗以北到東半部地區也就是宜蘭花蓮 今天一整天斷斷續續都會下雨 中部地區來說今天是局部性的短暫雨 而南部的話今天降雨則是以山區為主 當然未來這幾天我們可以看到這四天的天氣上來說 因為整個冷氣團都已經減弱了 但是北台灣就是因為下雨感覺還是濕了 今天的高溫差不多也只有18到19度而已 那麼中南部感覺會比較好 今天中南部中部至少都還有將近23 24的溫度 南台灣也有26 27度左右的高溫 那麼降雨的情形看起來今天最明顯 明天降雨的話其實就逐漸範圍縮小了 甚至明天的中南部陽光就有露臉的機會 那麼禮拜天天氣最好了 整個西半部地區可以說是陽光普照 東半部陽光偶爾也有露臉的機會 因此看起來這個週休假期天氣是在轉好的過程了 因此天氣轉好 總幹事是推薦大家來到我們大湖採草莓 歡迎大家到大湖 對 很多人都以為說現在可能沒有草莓 但是今天我們要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才是草莓正多的時候 總幹事預計整個草莓可以採到什麼時候 我們預計如果天氣好的話可以到母親節 可以到母親節 是的 是喔 可以這麼久 今年算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了 從來沒有聽說過草莓可以採到母親節的 好 所以再這樣 林大哥 你的這個 草莓咖啡 還親自自己拉花的 有沒有 這真的是草莓 對 妳喝看看 有草莓香 跟咖啡香 果然是草莓加咖啡 這戀愛的滋味更濃了 真的是有 這個是林大哥自己所研發獨創的 草莓咖啡 另外來到我們農會的話 有看到嗎 滿滿的草莓奶酪 另外還有我們的草莓大福 對不對 希望在這個春天真正的帶給大家 滿滿的酸甜戀愛的滋味 好啦 我們把時間再交還給家如了 拜拜 謝謝 呢 瓊莓 對啊 notre節目 一定 που放在一起 最新他年來 堂 誰 從 Airbnb